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从我们自己的问答开始 情侣在金钱 就是配合金钱方面 应该在乎哪一些事情 薪资 两边的薪资 薪资配比 比如说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两个人的薪水差不多 这样就没有什么好去计较太多 因为如果说有一方薪水比较少的话 它其实在一些约会的开销上 它真的压力会大很多 所以我之前也有跟薪水比较少的人交往过 少到什么程度呢? 少到快要差一倍 所以很多事情他觉得他不想花这个钱 他觉得不需要 不需要花到这么多 可是我就会觉得 我就是想要啊 而且对我来说我的经济负担也不是太大 所以要么你就帮他付 要么你们就再找一个 他负担也不会那么大的去做 那所以我说像现在 会结婚的当然就是因为 我们的三观盒嘛 然后薪资比例也差不多 对啊 稍微多赚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差不多 所以薪资配比很重要 就是几乎1比1 都会跟我找薪资差不多的人在一起 现在是1比1.5 安安呢? 嗯 所以开销的花费上面 有时候也是1比1.5 我就会跟他说可不可以多出一点 他通常都会说3比1 没有哦 你其实不会问 我都自己很主动 我好乖哦 大桑 好 好 再来就是情侣间的配比习惯啊 像是有AA制啊 或者是有什么 男朋友帮女生出 所有吃饭前 什么 就是好多哦 很多种 但我觉得不管有没有结婚 我都比较倾向支持AA制 嗯 我个人是这样 不管有没有结婚 其实都是 就是 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啊 你不能因为人 就是对方赚的多 比如说他赚的比较多 你就每一次都叫他多付 我觉得这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如果计算下来的话 你会发现他付的跟他赚的 那个比例会失衡 对 对 我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是个记性不好的人 如果什么都除以2 就很清楚 但如果说 一下这比我出 一下那比你出 你就会很乱 我觉得那种心态 并不是说那种什么 那才一次而已 如果我爱他 我就包容他什么 不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 因为习惯的养成 会造成你 日后要回头 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会很清楚 因为你什么东西都一半的话 嗯 其实这是非常清楚的 而不是说 有一天要翻帐的时候 就会变成是什么 欸 以前的吃饭年都是我出的耶 那有什么样 房贷都是我在负担 到底是房贷也比较多 还是吃饭也比较多 然后两个在那边算 对啊 那你要怎么算 今天吃牛排还是明天吃乳肉饭 对不对 对啊 这样不合理 所以最好方法就是 吃牛排的时候也负一半 吃乳肉饭的时候也各负一半 对 才不会有什么 我请你吃牛排 你请我吃乳肉饭 这样合理吗 对啊 然后我们两个其实是不管 每一笔就是大小账 我们都是直接AA掉了 对 所以还有在乎哪些事情 还有花钱的习惯 理财的习惯 跟存钱的习惯 就是情侣之间配比 这个对我来说都是很个人的事情 就是我不会管你的花钱 然后跟储蓄 还有理财 就是你自己的钱一块 如果是百分之百的话 你自己要去配比说 分百分之几的出来是公用 但是这个百分之几 要和对方几乎是差不多的会比较没有争议 但这些其实都是情侣必须要在乎 必须彼此互相在乎的事情 就当然反过来 你如果知道你的交往对象是一个 他就是个很爱理财的人 他就是觉得说不行 我就是所有钱都要拿来理财 全部要拿去投资啊 全部要让他钱滚 什么的 对对对的时候 你一定也会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辛苦啊 就是可能什么吃饭钱全部都省起来 因为全部都要拿去理财 这个就是看每个人想要怎么过生活 就是我觉得感情应该是要互相理解尊重包容 不是去勉强自己配合对方 或是觉得说啊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就退让容忍 但其实你自己本质是不想要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不要去勉强 因为一旦勉强了 这个感情就会就是不够 所以真的找对象的时候 你就找一个一来就跟你很合适的人 这种东西真的几乎没有办法后天养成 对 几乎没有办法吧对不对 对这没有办法后天养成 因为很多观念是从少的时候你就已经建立起来成为这样的你了 对啊 我再举个例子 其实我前男友他就是一个比较神的男生 例如说他也很喜欢理财 可是我听不太懂理财 但我比较会赚钱 但我比较会赚钱 那某程度上来说是互补欸 是互补可是我就听不懂 就是我们在钱方面其实没有一个共鸣 消费上面其实也没有一个共鸣 这些都是情侣在金钱配合方面要在乎的事情 嗯 然后我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呢就是有我们的公费代 我们还有公用的信用卡 然后我们的薪水是各自管理 对 我们赚的钱是差不多的 所以公费就是在支付两个人一起的所有开销 不管是出去玩吃饭还是买东西 就会有个公费代 那公费代要分现金跟现用卡 现金的话 每一次就一个人会拿个两三千出来 对啊就是 里面没有钱的时候就说 诶 一次领个两三千 对就是缴工费 一次两三千 就会放在一个公费代里面 它真的是一个新的钱包 不属于我们两个任何一个的 但是那就是信用卡会在里面 那个信用卡就是公用的信用卡 对 一直是一样的 在生活用品啊 在公用消费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刷那张卡 直接刷那张卡 然后卡费就是一人缴一半 对 那当然反正卡费会有明细嘛 因为有时候信用卡只有现金回馈 假设买iPhone好了 它只有刷这家银行 有另外的折扣 那你可能就想说 那我刷这家银行 那只是说那一笔你就要拉出来 那一笔你就要框起来说 啊公费要扣出这笔是我自己个人的东西 剩下才是一人一半 对 我们其实一开始会这样扣除 可是后来就 因为结婚之后就觉得算了 随便了 这一只眼闭自眼 对啊 你说你对我这一只眼闭自眼吧 嗯 对 哎哟哎哟 可是我帮你扎估得很好 你看你东西都不缺 我做那种 赤紫金啊 这生活用品啊 这生活用品啊 永远不缺吧 我都会帮你顾得好好 可是这个生活用品 其实没多少钱 贵的东西是饰品啊 你不会带我的饰品啊 会啦也会啦 对不对 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 东西也都一起共用 来这边讲一下PPL的好处就是 东西都可以大共用特共用 嗯 诶PPL的你们就直接 大AA纸就好了 因为 你到底不会用到对方的东西吗 你不会吗 耳环啊 戒指啊 项链啊 都会用到啊 嗯 连衣服都会穿到 对不对 嗯对 你能说 这是你的衣服 不是我衣服 我觉得不会穿到吗 不太会吧 还是你们都这样都不会 够了 也太多 好好好 对 然后我们的薪水就各自管理 嗯 刚刚讲到如果有要想要理财 想要干嘛的 我们就是 自己做自己的 就是 对自己做自己的 完全不干涉对方 他的钱要怎么用 对 我觉得公用信用卡 真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能有人会想要问我们说 用公费还有公用信用卡 是不是要在乎对方 花的比较多 或对方偷花了公费的钱 或是对方偷刷了公费的卡 请说 要需要在乎 而且因为公用信用卡 还是登记在其中一个人的名下 如果说对方是比较恶劣 或是觉得他要分手的 最后弄一笔大的 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嗯 嗯 就算你要去说卡贝倒刷 你都要花那个时间跟精力去处理这件事情 嗯 对 所以确实确实是要注意 所以你要评估出你的对象 理念有没有跟你一致 他有没有办法这样做 就是跟你一起用公费这种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我觉得你们各自从 钱包拿一笔钱出来是最合适 或者是说你们知道今天要约会一个两天一夜 嗯 你们有个临时公费带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嗯 因为这两天一夜你们都相处在一起嘛 不会有什么偷用问题啊 嗯 等于说是两天一夜 比如说一个人拿2000块出来 嗯 然后最后要回家的时候再把钱大概分一分 我觉得好麻烦 可是没办法啊 你利用你的风险要承担啊 如果说你觉得对方 不是太OK 或者是你们想要尝试用这种方式的话 可是我觉得如果对方都不是太OK 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诶 突破盲点 有些人就是 对嘛 每个人感情要选择什么样的对象 没办法那个啊 他搞不好就是贪图 人家就是掌门拉的甜菜啊 探土肉体 我就是想体验跟甜菜交往的感觉啊 呃 这个你也不能说什么吧 OKOK 对啊 好啊 好 再来 需要让对方知道我的密码吗 诶 我们只有手机的解锁密码会让对方知道 其他那种什么卡片金融卡提款卡 然后什么帐号密码 我们都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贴心 我们也不会特别去问 对啊 就是我们的贴心吧我觉得 我不知道就是你要干嘛 你就叫对方在你面前登录啊 你就他登录之后交给你操作 就这样而已啊 我觉得情侣今天很重要的事情是 给对方一定的空间 对就是我们也是有一点故意不去问 对方这些东西 对 嗯 好难形容为什么会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没有知道必要性吧 对啊为什么要知道 对啊你薪水都不在乎对方怎么花用 你干嘛知道人家钱怎么拿出来 对啊 而且我们对对方的那个不管是存款或是收入 其实也都蛮清楚的 对 就是知道的大概啊 对啊 对啊 只是说扣完钱进来是多少 或者是有那种年终领多少 那个就是其次 你会问一下 对方也会大概讲一下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就好 也不是太必要的说 一定要得到对方的账号密码或提款密码 而且我觉得其实情侣在一起 一定要有共同的金钱目标 嗯 像我们就会一起拟定计划 不管是像先前买车子 或者是买房子什么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彼此很确切的存款 跟收入的原因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要一起达成一个大的目标 例如说买车子买房子 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收入来源 你才有办法去估算说 我们要如何拟定计划 去满足这样子大笔的消费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其实两个人减低了很大的生活压力 对吧 对 因为车子如果各自单身的话都会各自需要 但在一起的话就是付一半钱 然后用一半的车 对啊 其实也不只车子 可能很多东西我们也是 也如我们自买一个 但我们两个一起用 所以其实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是有比较省的啦 对 我们只是很喜欢买情侣的东西而已 对 但是像相机这种东西其实一台就好了 车子这种一台就好了 但也有可能会买两台那么低 但是我也还在说嘛 意思是说每一次买一台 你只要负单一半 那那个压力就会比一次要扛整台 还要再好一点点啊 对 对啊 所以 我觉得如果说情侣之间可以 在清洁上面去减掉那个隔阂的话 其实是帮助两个人一起前进很大的动力 嗯 结尾是想要说一下 其实我觉得 小金居又来了 猜忌是隔阂的开始 信任才是良好金钱关系的根本 好 BRAVO 真的很厉害 厉害 真的吗 厉害真的 真的你想想看如果有公费吧 我就在那边猜 他是不是多花 他是不是多花25块去买再出来唱 每次都这样多花25块 他一天花多花25块 他一整年下来就多花了25块325 那让一口珍珠奶茶没喝到吗 我只是喝一口而已 烦哦 就是你不要去猜忌 你就信任对方 他就真的想喝珍珠奶茶而已啊 他又不是说为了要欣你的钱 一定要凹你一杯奶茶 他不是要凹你 他只是想喝珍珠奶茶 人的动机很重要 他的动机到底是想要凹你 还是想要喝珍珠奶茶 这是不一样的 但你可能会说 那为什么他不用他借钱 买珍珠奶茶就好 因为你们今天就只带公费在出门 你们一起出去约会 你们一起喝珍珠奶茶 那就用公费再直接付掉就好了 对方好你也会觉得自己好啊 不是吗 嗯 对啊 他也会跟我说 貝宝贝我可以买一个什么吗 百度买这个给我什么的 你会怎么这样跟我讲 就会这样讲吗 然后我就说好啊 所以我就说我需要 我为什么需要啊 开始分析啊 就要说服他说 为什么 买这个东西有必要性在哪里 我一定要买 然后为什么算是我说要买 但是可以让两个人都有好的理由 一定要讲给对方听 对 然后他如果觉得合理 那他就会觉得好啊 那就买啊 但是他几乎开口都会让他买啊 因为我很少开口啊 而且他就是 他本身是个勤俭持家的好姑娘 所以他买的东西都不贵 我其实常常听到你跟我说要买东西 我就觉得很开心 为什么 就想说有东西可以让你开心很好 你看就是这样想事情 情侣关系不就会很好吗 对吧 如果说你就是一直猜忌人家 你们感情会好吗 你不会啊 而且你要相信对方都有他的体现 对他有评估过 然后你也要很容易可以被说服 像是我其实就很爱买东西 可是我也很常被你说服说不要买 然后我就会乖乖地想说 好那算了不要买 大部分你都会经过你的头部吧 对 其实你买什么你都还是会跟我说 对 但以上所有的东西只适用在对于钱的概念是差不多 然后收入也差不多 你们可以一起负担这些东西的情况下 如果说真的不是太合适 你跟他在一起你只是贪图其他的东西 你不在乎你们观念合不合的话 千万不要贸然尝试哦 对啊 嗯 我活到老我真的觉得爱的真谛说是对的 就是那一首歌 就是爱其实是很纯粹的 所以我刚刚讲到 猜忌啊什么那些东西 其实真的都是在破坏情感 人跟人情感的东西 嗯 对 但不是盲目的相信 是有理居的相信 你相信他这个人你才相信他 如果他的为人本身就不值得相信的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继续在一起 不是啊 不是啊 我们现在又要在旅东兵大会了 哈哈哈哈 不要这样啦 劝分手大会 下次可以来拍一次 那我跟我什么 分手 好好好 对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情侣之间的花钱习惯小分享 很多案例是我们自己的啦 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跟我们一样 但你们可以参考 嗯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啰 大家也可以在那边分享一下 你们的情侣花钱的小习惯 有机会我再开箱我们的工费带给大家看 好 我觉得工费带也是个很可以 可以给大家看很有趣的东西 对对 嗯 我觉得大家会想想要了解说 欸那你们工费怎么执行 工费不是只有放钱跟卡而已 还有其他东西 还有很多东西哦 嗯 对啊 好行那咱们自己就到这啰 嗯 好小狼说拜拜 好项目 好大 GRado 真的吗 好是 跟 veterinarians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